新疆卡滋地區爆發中共肺炎疫情 10月24日緊急封城 居民全部居家隔離 街道空無一人 26日視頻顯示 卡滋市開始封門 不准進出 一單元樓所有住家門上都被貼上封條 官方數據稱 10月24日 新疆卡滋發現一名17歲女性感染者 之後疫情迅速升級 自27日梭婦縣183人呈陽性 29日對梭婦縣進行核酸檢測 直至晚上7點14人呈陽性 據大紀元報導 其他地區也紛紛 其他人員進行排查和隔離 許多人被騙至隔離點租封門隔離 10月29日 一段烏魯木齊市 米東區隔離方倉醫院的視頻在網上熱傳 視頻顯示 簡易版房組成隔離病房 排成一排 有新村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在外面走動 但有視頻曝光 從卡滋到烏魯木齊火車站 只需要登記不需要核酸檢測報告書 完全是走形式 根本就無法限制疫情 從卡滋出來以後 早上8點就到烏魯木齊火車站 然後一遍一遍的登記 然後一直到下午2點 他拿到登記牌 差點晚點 十一場假過後 青島 上海 新疆等多地陸續爆發疫情 但中共封鎖消息掩蓋疫情 日前有網友曝光新疆剎車縣宣布封城 居民被迫做核酸檢測 拍攝視頻的爆料者被鎮長恐嚇要報警走步 另外10月27日浙江省溫州市南城農貿市場被爆料 日後戴口罩都不給入 晚上連夜做核酸檢測 但黨媒不報道 新唐記者洪斌 洛瓦採訪報道 很多人都不給注明 健康 既然是派遣的 護色 也有 保険 落 黑 我